下午好 今天是2022年9月14号 星期三 以下是今天的1688澳洲晚报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证实 疫情隔离补贴结束时间将延长 阿尔巴尼斯表示 540澳币的疫情隔离补贴将延长 不过领取补贴的次数将受到严格限制 按照最新规定 澳洲人最多可以领取三次疫情隔离补贴 新州铁路工会与新州政府间的劳资纠纷还在继续 悉尼火车站Opoka-Dukkaki下周将全部关闭 新州铁路工会表示 本月21号将再次进行罢工 铁路工会旨在通过这种方式向新州政府施压 与新州政府达成协议之前 这项行动将无限期持续下去 悉尼的司机朋友最近要尽快给自己的爱车加油 悉尼油价将突破每升两澳币 目前受到影响最严重的是悉尼东区 而燃油价格上涨将蔓延到整个悉尼 另外燃油税减半政策也将在9月底恢复正常 新州通报首例麻疹确诊病例 新州卫生部门通报一名50多岁男子确诊麻疹病例 该名男子上个月在亚洲旅行感染麻疹 返回悉尼之后出现症状 目前正在医院隔离 麻疹症状包括发烧、眼痛、咳嗽、头部和颈部 会出现斑点状疲诊等 调查数据显示 新州医院急诊可以准时看诊的病人数量 降至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022年4月到6月 10名病人当中只有6人准时看诊 这是12年来的最低水平 超过7.6万名病人没有及时得到救治 以下再来关注亚六八八澳洲新闻网 今天的五大热点资讯 以上就是今天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